王老板在绍兴柯桥镇贤街上开了一家服饰店 他说店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每年都会有人来消防检查 他也按照要求准备了灭火器 5月20号接到就是说我是消防大队的 要到来培训要参加培训 他自称是哪个大队 柯桥消防大队 到87号称为会议室 二楼会议室 王老板提供了当时的来电记录 固定电话的尾号显示为119 他说他在电话里答应参加培训 第二天对方又打来电话催促 5月21号下午2点多 他赶到了柯桥区八字桥村委会参加培训 当时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 培训的嘛是自称教官的嘛 是一个蓝的 就是蓝色的 大家知道穿的全蓝的那种 就是消防大队穿的服装 他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用那个投影仪给我们讲就是案例 第二部分嘛就是讲消防法 第三部分就是说 叫我们就是使用那个消防器材 配合完了之后呢 让我们签到 签到呢必须要根据你电的面积来给你配置消防器材 我们当时也提出异议了 我们说我们店里每一年都检查都有都配置好了的 他说那那不一样的 这这一定要购买的 不签到的后果 他当时讲的就是说你假如说不签到的话 比如说你发生要是火灾事故了 以后就要付就是说追究你的那个刑事责任 就是签到还可以免于刑事责任 对对对 他就是说免就是就是不追究你的责任 王老板说对方自称是绍兴科桥消防大队工作人员 加上培训地点在村里的会议室 他没有产生怀疑 培训结束后购买了一瓶水机型灭火器 和一件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第二天有人送货上门 购货单上写着水机235元 面具199元 一共花了400多 上面盖着绍兴亲民消防技术有限公司的章 还写着教员姓章 到8月8月12号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每一年消防都来大检查嘛 当时我就是消防队来检查 我提出意义都配齐了 你们怎么今年把我们培训到一定要买消防器材 当时那个消防大队就讲 我们今年没有组织过培训 就是我们培训到也不可能让你们买器材 王老板这才意识到 5月份的培训可能不是消防大队组织的 他说培训当天有20多家商户参加 其中就有一位开美妆店的邻居 对方也购买了不少器材 他带记者来到隔壁美妆店 店员表示老板不在 王老板在美妆店门口 看到了同款灭火器和呼吸面罩 他当时给他配置了三样 三样等于是700多 我第二天问过来 王老板参加的培训到底是不是消防部门组织的呢 如果不是 为什么培训地点会在村委会的会议室 王老板把自己的遭遇反映给了12345热线 后来得到了消防部门的书面回复 绍兴科桥区消防救援大队回复 经大队工作人员核实 大队从未组织该培训 并且大队组织的培训是免费的 也不会要求企业单位购买任何产品 那么购货清单中的绍兴亲民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和这次培训是什么关系呢 现场王老板拨打清单上的售后电话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赶到了培训地点 绍兴科桥区八字桥村委会 前书记表示 培训这件事他事先不知情 安排场地的是一位姓韩的村委委员 我们那个消防安全什么电力都都管了 5月份的时候当时你是接到一个电话 对对对 可能是区里还是市里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是88K的那个电话 坐鸡哈马打过来的 就是消防培训 他有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表明的可能也是一个人我可能没记清楚 我就知道他们是消防队的那一块管制一块的 基本上就是每年都会来几次的培训 之前来培训的是什么单位啊 消防单位 基本上都是消防单位的培训 韩委员说根据之前的经验 他以为这回也是上级单位组织的培训 就为他们安排了会议室没有进一步核实身份 穿制服的这种诈骗就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碰到 可能的时候拍个照片我就走了 您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进行推销 推销有的就是前提是都有的 你们这里的会议是之前会租给其他的单位吗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你们这里是允许进行这种推销 推销不推销的就是它也是自愿的 让他们就是听到看家里那个产房里 有没有这种灭火口罩什么的 消除口罩 还有那个水晶灭火器啊 不是行事车人 他是出了事故以后 看你的消防有没有做到位 也不是说他有的是传话传的肯定不一样的 前书记表示 网老板的服装店并不在八字桥村辖区内 也不是村委会通知他来培训的 后来记者再次拨打了 绍兴亲民消防技术有限公司的社护电话 各个地方的话会安排那个教员去当地讲课 或跟当地的负责人 或者他们公司的负责人 去沟通过之后 在他们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会安排教员去讲那个消防培训的 教员的话都是退伍的就是消防兵 您这边要进行这样的培训 你肯定得告知商户 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样子对吧 对 正常都会说的呀 这个是属于是消防器材的公司 它也不是消防大队呀 大家看到有没有这个消防产品 它如果有的话是可以不买的 没有的话 就是不是强制性购买的呀 售后客服强调 公司开展培训前都会表明身份 接下来它会把情况反馈上去 核实相关情况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